小米和網易,其實網易最近也有不錯的升幅 一個星期左右就升了10元,去到145元 小米也12元水平上落 這兩種你覺得博業職又可不可以考慮呢? 如果是小米就肯定不博了,老實說 因為小米其實你彈到現在,彈了十多個%都不夠 其實也算是相對比較弱勢 特別是如果大家是手機箱的話,我也不想那麼痛去對比 一對比就是蘋果的物體,很心酸 蘋果也不是很想你將它們比較 是的,這個更絕 蘋果的意思是你不要過來,你真的不要過來,你都不太煩 其實也是用一個很悲哀的說法,其實真的可以這麼說 為什麼呢?我講一個數據,大家會很心酸 你看回大家的市值,你知道現在小米的市值只有蘋果多少? 只有1.5% 你沒有聽錯這個,很多人就直覺,因為很多人不太知道 小米的市值只有5-1.7%而已,小米的市值 因為現在蘋果是在說幾萬億市值的嘛,你明白嗎? 但是現在小米可能只有3-4千億的市值 那你對比的話就是大概1.5-1.7% 所以其實的確剛才我們討論的那一句就是 Apple就是說你走開,這個不是很可煩的 這個其實是可以說得通的 我們就是說其實在這個手機的所謂的銷售裡面 也是很明顯的 因為其實Apple其實即使去到現在也好 其實它在全球的市佔率 仍然是相對近乎是第一得來的這個 那麼它那個是所謂的利潤 其實一向航來的金句也是說的 就是Apple的單間公司 它拿走了整個手機界的利潤 不是市佔率 是手機的利潤是超過70%的嘛 而我們看到即將推動的 是所謂的新的,如其新的iPhone 甚至是極大機會加價 加價就簡直可以說到天經地異 那些成本加而已,我當然是加你的了 但是它就說到很鏗窗,很天經地異 但是你看看其他的手機 又沒有加價,它是不能加價的 甚至是通過側面的方式去減價 什麼叫側面的方式 就是說配置更加高 但是這個價格就沒有提高 那麼它變成在性價比進一步提高了 就等於削弱自己的利潤平均 所以譬如小米就說 其實再加上它在諸多的國家裡面 其實都開始有些限制 譬如印度對它都極度不友善 這件事都是削弱了它 原本在印度的強勁增長的趨勢 而最後在軟件收入的那部分 還有IoT的收入增長的 都是十分之誠疑惑的 在這樣的角度 其實應該中期盈利的浪跡 應該來說都是一般的了 所以我會對於小米相對來說是有保留的 那如果網易又是否值得考慮呢 網易相對來說是會比較正常一點的 先講到股價的結論 這個其實都是高低位橫行為主 我會覺得這個就未必有重大的突破 之所以形成這樣的所謂的緊局 就是說當股價跌到太低的時候 那些人就會念在它 FWPE比較低 或者業務為純單一夠專注 對於社會宏觀的打壓 或者政策打壓 它又近乎是沒有什麼 不是太關於事 所以在這樣的因素之下 就跌到太低就會給它面子 就是無論如何都會有反彈回升空間 而升到較高當然有阻力的原因 就是說 也都是因為業務相對比較單一 所以比較透明度高得來 你的遊戲多受歡迎 或者你的遊戲能夠歡迎到哪個極限 也很有數得計 那你也知道 其實現在始終來說 如果增長相對來說比較透明 而增長度不是太高的話 人家的FWPE都不會給你太高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股票也有很難一個大升的空間 所以網易相對來說 是一個應該expect的股價 一個比較緊局的格局